姐妹花被变态囚禁 用铁链拴在了集装箱里 任人随意凌辱 什么电影 大家好 欢迎收看乌鱼社 我是于大乌 今天为小伙伴们讲一部 最爽复仇片 叫羊极了也跳墙 话说大花和小花是一对好闺蜜 俩人刚读完研究生 就研究去哪玩呢 大花提议去纽约购物 但是姐妹俩都比脸都干净 只能先去农场找个工作 攒够钱再去纽约 计划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由于农场比较远 半路俩人只能在小花的叔叔家 接住一晚 第二天叔叔又开车 送他们去车站 叔叔是一名正休假的FBI 基于职业本能 就嘱咐姐妹俩 每天要用不同代号 发短信报平安 说完就离开了 俩人一看 下一趟搬车要一个小时才来 先找个咖啡厅方便一下 就搭讪上了大柱和小柱兄弟俩 得知姐妹俩要去农场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啊 我们刚好顺路 一脚游着事 呼呼悠悠就上了兄弟俩的卡车 上车后发现有点不太对劲 这根本不是去往农场的路 而是到了兄弟俩的家 大柱说别紧张啊 因为农场太远 一脚游到不了 得两脚 所以中途先在我家休息一晚 你看这是我们和蔼可亲的老妈 在柱妈咖啡茶水 烤一片的热情款待下 放下借心的姐妹俩 终于被迷晕了 俩人醒来后 发现在一个深山老林的 两个集装箱里 还用铁链扫着 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被绑架了 大柱还给俩人带了生活必需品 这里有床 有马桶 还能洗澡 应有尽有 以后你们俩这个抽包 就在这里办公了 小灯一挂开门接客 而这时 幕后的大老板出现了 发现了小华的手机短信 因为这两天 叔叔一直给小华发信息 结尾都有一个代号 得知代号的秘密后 老板就按照小华上一条的代号 回复叔叔报了平安 OK危险解除了 就在姐妹俩被逼迫洗澡的时候 一名警长出现了 仿佛看到了曙光 姐妹俩马上跑到警长的身后 坐等正义的到来 可万万没想到啊 警长笑了 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不仅如此啊 警长还直接点了个全家桶 此处省略五分钟 一顿饱餐后 警长满意的离开了 姐妹俩还没缓过神 又来了一个变态男 选中了大华 静如还啥也没干呢 啪啪就是一个大壁斗 然后还在大华肚子上烫了一下 哀嚎声此起彼伏 外面的小花都听不下去了 而另一边的叔叔 收到短信后发现了异常 因为说好的每天用不同的代号 可连续两天用一个代号肯定有问题 然后打电话没人接 问农场那边也没见到人影 指定出事了 再看姐妹俩这边 听说要接个大板 并给俩人戴上了头套 这是一个猪头男出现 打量了一下姐妹俩 毅然决然的又选中了大华 不是为啥每次都便宜他呀 三秒过后 小花急忙去看大华 谁也不知道 这漫长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叔叔这边也赶紧去当地的警局报案 接待他的刚好是这个警长 得知是两个女孩失踪 而且代号也出了问题 警长意识到 就马上通知了老板 老板也叫来大柱 说这两个妹子不能留 不然会惹来大麻烦 这一切被一旁的小花偷挺到 告诉大花必须马上逃出这里 果然机会来了 变态男再次光临 非要吃着最后一顿晚餐 等大柱他们离开 小花立马主动出击 对变态男上下起手 迷失自我的变态男放松了警惕 咔嚓就是一口 然后掏出了变态男的 呃兜里的钥匙 当警长赶来 俩人已经开着警长的车 逃之夭夭了 但俩人并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要复仇 于是去了五金店 选了一些趁手的武器工具 又返回了这里 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老板 上来就扔了一个扎满铁钉的网球 一个不够 来来 给给给 当然这还不够爽 老板被绑在桌子上 然后用一个满是铁钉钢筋 大拖子的棒球柜 哭插一下 菊花一紧 从老板口中得知猪头人的位置 下一个目标就是猪头人 从文神认得出 原来猪头人就是神父 见到姐妹俩后 神父激动的喷了两口沉点老痰 然后一棒子被KO了 又用汽车一路拖着神父 最后浇上了汽油 轰的一下 就这么给神父火葬了 这边的叔叔 也顺藤莫瓜 找到了面目全非的老板 见到这景象 叔叔又去警局报案 顺便给小花打了个电话 却发现铃声在警长兜里传来 瞬间明白了一切 但警长把枪快啊 就把叔叔绑了起来 警长家不仅有叔叔 还绑着另外两个 准备入职的女孩 而这时 大小花姐妹俩及时赶到 胖唱就是一棒子 然后用警长的左轮手枪 装上一颗子弹 玩了一把惊险的 哪罗斯轮盘 吓得警长的是刺压咧嘴 就这样连续开了五枪 都是孔的 不是你俩直接点吧 这怎么太吓人了 好啊 警长也领了盒饭 救出了新人姐妹和叔叔后 大小花前往了大柱家 准备干掉最后三个 没有任何托尼带水 直接把猪妈迷云 绑在了椅子上 然后让她亲眼看见 儿子大柱呗 小柱呗 然后大花还把枪上的指纹擦掉 放到了小柱手里 制造了一个小柱 杀了所有人的假象 最后小花用除草机 复仇后的姐妹俩 带着老板和猪妈的钱 去纽约购物了 到这儿故事也就讲完了 不得不说姐妹俩是真狠啊 FBI的叔叔是真没啥用啊 没帮上啥忙 搬刀还得救你 行吧 还是一看也乐呵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观看 更多欢乐 请大力关注物语社 与我们呼哈喽客 咱们下期再见